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前面也為大家 全運會田徑項目 在板橋第一體育場熱鬧開賽 而有著台灣最速男 支撐的阿美組選手楊俊翰 這次代表花蓮出賽 而這也是他從冬奧賽事 結束後回國的第一場比賽 10秒時楊俊翰和身旁的選手 其實差距並不大 但最後也加速超越 以10秒29 拿上個人在全運會上的 第9面金牌 雖然沒有突破在預賽時 10秒22的最佳成績 但他也表示這場比賽 還是有在自己的水平之上 其實我覺得在這次的比賽裡面 準備的狀態其實 也沒有說真的非常的 狀態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維持 在一定的水準裡面這樣 其實大家都會去檢視 不管是我的成績也好 或者是在秒數上的突破 那我覺得自己也會 設下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那其實我一直在比賽中 不斷的去調適說 自己要怎麼去跟壓力去做平衡 這場賽事集結了許多優秀的選手和後備 而拿下銀牌的王偉旭 甚至與楊俊翰只有不到0.1秒的差距 而他就表示這些選手對他來說 是主力更是助力 有不同的選手 甚至有新的選手 那踩到 在10秒2多的成績 那其實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壓力 跟一個助力 那我覺得就是在這種競爭之下 如何去排斥自己的想法 然後專注在自己的跑道上面 楊俊翰目前也把精神 放在接下來的賽事中 期望自己能將其他項目的金牌 都納入自己的手中 原新聞勞報是烏溜新北板橋採訪報導